我们再来说说小时代 因为小时代已经一和二都接踵而来 我是还没来得及赶这个趟 但海报是看了一轮又一轮了 就是在这个海报和电影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个角色 你选谁 我光看海报 我喜欢郭彩杰 我有冲动拿着这个海报 去到理发店 跟人说我要剪他的这个短发 就是你喜欢那种女王范 特别足的那种感觉是吗 我只是喜欢她的短发 目前 好了那接下来这条新闻 就是跟郭彩杰有关 因为郭彩杰最近是亮相了北京 为自己的新片做新的宣传 就是神奇 更为重要的是 与郭彩杰演对手戏的是 二哥黄晓明 对 所以大家就会联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Angela Baby和郭彩杰 在黄晓明的眼里谁更美吧 那我们来问她一下 新片的宣传 男主角黄晓明并未到场 那么女主角郭彩杰 自然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尽管她只有一米五八的个头 但那份女王的气势 瞬间将全场hold住 更觉得是 她那小小的身板 竟然还有二头鸡 凭借小时代中的 孤立一角 郭彩杰从广告女王 一转身就成了偏约女王 而她接下来 究竟有没有荡气 出演小时代三 还是个谜 但是四位小时代的闺蜜 却传出了不合的传闻 这回中枪呢 是杨幂和郭碧亭 要说他们为什么不合 原因就在于 8月7号小时代的发布会上 媒体们发现 郭碧亭和杨幂 不仅全程零交流 在拍合照时 两人的站姿 也近乎背对背 而当时郭不廷 站在谢依林和杨幂中间 一边是亲密的挽住谢依林 另一边却是不知所措 而置身室外的郭彩杰 对这一切直接否认 完全没有听说 大家都是一片好 也没有说谁跟谁特别好 我们就是一个群体 娱乐心的力 郭彩杰火辣 北京采访报道